恭喜導演 謝謝 恭喜你監製 其實拿了很多導演獎 你的感受是怎樣 感受是怎樣 我仍然在消化這件事 因為我個人很悲觀 其實當初說有入圍 我已經很開心 那個入圍已經是肯定 然後我又 可能我從小到大很少 接收到這麼大的好消息 我到現在仍然在消化 在台上很感動 多謝女朋友 這是一旦想定了 要說還是不發其想 立即多謝女友 我其實是 由酒店去會場那程車想的 那時我還要一起搭車 我沒有告訴大家 但那一刻就很想 如果有機會上到台 那監製 連著他拿了分導演獎 你自己的感受是怎樣 因為劇本好像是因為你 有些工作才會彈上這個電影 而且你監製給了很多影響 監製 怎麼說呢 那當然會開心的了 那麼嚴肅 我先講一些事話 我今天下午呢 我今天下午呢 我就去這個導演會開會 那我看到黃俊導演在這裡 我說你們現在那個 拿新導演獎也要感謝女朋友 就開了她先禮 就是如果將來有新導演 香港的新導演上去拿獎 沒有感謝女朋友就突然事了 那 那就… 導演回應一下 是 你開了先禮 我沒有問題 我多謝了 是之後那些要擔心 哇 沒有得回應 沒有得收回 多謝了 我真心想多謝女朋友 那時都… 其實沒有想過那麼多 你上台那麼短時間 那些事都是… 想到甚麼是說甚麼 即是你有沒有說過 有些導演就說我如果拿了獎 我就結婚了 那你有沒有這個考慮 你有沒有求婚 不是啊 我… 就算是她公佈提名 之前我已經在想結婚了 不關金馬獎的事 是啊 是不關金馬獎的事 即是已經求婚 為甚麼… 答應了沒有 未求婚 未求的 但我們有個共識會 你需要不需要我今天請個特別嘉賓 現在出來給你求啊 現在… 現在… 哎呀 人家這個訪問不是訪問 是嗎 我們先來… 我自己… 我先計劃一下 我要找個場地 還要找她的朋友 OK… 你還要去借票 很多次借票 但她有沒有哭 你很感動 她… 有啊… 有啊… 你說金馬獎噴了你當晚 之後呢 之後… 其實我和女朋友昨晚才回到香港 終於有時間找回重溫 即那個攀長禮片段 本來我打算看看自己的樣子如何 誰知道她… 我和她看多次她太哭 是的… 是的… 那你現在經歷過這次之後 應該不會那麼… 那麼悲觀 是嗎 都是的 我會覺得 可能真的還有機會再繼續拍下去 那我就繼續努力 是的… 什麼時候會再開戲 什麼時候… 要再… 要寫一下 是的… 未肯定… 有些故事在手 是的… 但是要叫做一個劇本 我覺得需要時間 是的… 我在網上看到 有個名單 有十幾位 拍了第一部之後 首部劇情 只有兩位 就拍到第二部 所以我希望你 盡快成為第三個 拍到第二部 OK? 我也希望 那現在票房七百萬過了 是的… 那是否都覺得 都開始升上 或者是覺得 心安定些 其實因為它是 首部劇情片計劃 它其實是沒有一個 回收的壓力 是的… 所以我當初…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我可以 完成了一件事 然後它是我想表達的訊息 只是這件事 我已經很開心 譬如有些觀眾跟我說 她看完之後 又跟家人聊天 我覺得那個對我 是最大的意義 包括我妹妹看完之後 都跟我展開了一個 很深刻的對話 我們之間的了解 和關係都加深了 所以反而 我沒有太多擔心票房 當然 她有一個好的票房 就代表 多些人看到 我是開心的 是 有沒有想過爸爸 會讓人家知道 是 因為是 因為是 因為你的關係 所以找到你的家 是 喔… 找到 然後… 做手是官 喔… 這個… 會否有壓力 或者對你爸爸也有壓力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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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沒有的 是 然後她都看了 她都有… 恭喜我 是 沒有的 都沒有什麼壓力 那她是我爸爸 她看了什麼 她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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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說一些 譬如她說 演員 剪接 音樂 個人都很好 I'm proud of you 聰明 他們都是很 很傳統的父母 其實她們的祝福 其實不是很有創意 都是說聰明 爸爸是否一直支持你拍電影 爸爸… 我會覺得 譬如我身邊的朋友 其實他們… 我也聽過很多故事 可能他們的子女去追求一些夢想 他們會遇到困難 但其實家人都… 完全沒有阻止我讀電影 所以是支持的 有些人問 戲裏面會不會有你童年的影子 即有些角色或有你童年的影子 有沒有這些元素在裏面 我覺得香港 其實她一向讀書壓力都是很大的 是的 我爸爸媽媽都傳統的 可能是你跟她說 我日時要做個畫家、設計師 他們都會覺得 咦 行不行的 但戲裏面有很多東西她放大了 是的 因為我有朋友是這樣 但她不完全是我 而我當然… 因為不只是我 可能我跟我的同學仔 大家都有感受過讀書的壓力 這樣 這樣 答得好 鄭忠基的角色有沒有少少爸爸的影子 會不會這麼嚴 她沒有這麼嚴 其實資料搜集當中 我會聽過很多 其實資料搜集的期間 我是聽過更多再離譜的例子 即有些真是綁著小朋友來打 又有 真的抽著她就這樣 也有 很誇張 你們這代 是進步了社會 即我們那代那些 即你說鄭忠基在戲裏面的形象 這些是很輕輕的 即我們那代社會未進步 即打起來 即我爸爸打我不代表他不愛我 但當時教育方式的問題 其實他們就不會 以前的香港 即我的成長過程 那時候香港整個C山峽 都沒有區 即所有國人各業都是很 就是要為家賺錢 很艱難的社會 所以我想在那些情況下 就不會有去到那些教育方面 對子女那些好像現在這麼進步 那當然 當然我想 我自己其實我現在都是學著 怎樣做爸爸 因為我老來得女 其實我怎樣 我看過那些書的 那我想我們的行業 師方方就是專家 到兒童心理那些 那我就立即找回我的朋友 即如何去建立他們的價值觀 人生觀等等那些 我到現在我都在學著 其實都是很深的 我自己都會有犯錯 但是幸好 就是經過問那些朋友之後 自己犯錯會馬上會收 尤其是價值觀 人生觀方面 有時候講話的方式 那我也覺得我靠 我現在的女兒 令我自己成長了 因為我的耐性 基本上是被她訓練到 然後對她們才會比較寬鬱 是 是 還有年少日記 其實她都不單是說家暴 是 看法很多人都有體驗過 但是年少日記 她亦都說 譬如 心理上 或者語言上的處理 都佔了很大的比重 我覺得這部電影的特別 因為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她對我 我自己身為監製 由劇本開始看到 到她剪片 還未完整 其實在過程裡面 她都令我觸發到那個女兒犯思 因為我一直在 最近我一直在看 很多個評論講 很沉重自殺 因為這些字的影響力 會令觀眾很害怕 當然現在觀眾在我上場 我就放心了一些 其實我想這部電影最重要的是 它不是裡面那件事件 我們不要強調那件事件 它是一個結果 但是我想整部電影的特別在於 她這個小孩子的成長 跟她家人那裡 勾起我們很多歌 不是一樣的故事 但是令到我們去回憶 或者是反思 又或者是導演的希望 觀眾看了 到最後最後是一個釋懷的感覺 導演之前有說過那部電影比較長 而現在出街的版本是短的 會否在中間是比較沉重的部分 所以就有些剪掉了 即是初剪掉了比較長 對 之前的版本比較長 而出街 會否出一個導演版 你問我好些 對我來說 其實電視日記就完成了 我就會想去下一件事 所以也未必有導演版 新導演 其實她很多都是 她在創作過程 她未肯定 她其實都是非常高效率的 因為這部電影 整體製作費 還加起來 所有行政費用只有320萬 其實很少錢 我比較放心 她拍回來的影片很多 證實了她在現場 跟工作人員 她盡量搶時間 拿很多材料回來 那版本確實是剪了很久 我覺得 如果導演是想去剪一個導演版的話 都未嘗不可 但我覺得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盡快把她忘記拍這部電影 可能會比較好 對 我是這樣 那晚有沒有跟李安去交流一下 嗯 她說 她說什麼呢 她說了一些 糟了 我忘記了 她說是喜歡的 李安說話 你都不記得我說話 你怎會記得 不是的 好像喝了酒 我記得了 李安導演來 她看了《年少日記》 她很喜歡 她又跟我說 去到最佳劇情長片 和最佳原著劇本 《年少日記》都屬於 在最後的討論階段 她就說 恭喜我 繼續努力 對 我建議大家用剛剛那段 就是我質詢那段 哈哈哈哈 不要用了 用了 不要用了 記不記得交際講過什麼 我記得 我記得 說三件事聽聽 說三件事聽聽 快樂 欸 阿祥快點改劇本 什麼時候有剪 是啊 你下一部什麼時候交稿 什麼時候交稿 什麼時候交稿是講最多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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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 最長的時間 說一些輕鬆一點 其實 我知道他們預計的是什麼問題 知道很多 不是只有他 譬如說 他們要準備拍 之前首部劇情 也有很多事情發生 我也聽到其他監製 當他贏了劇本之後 突然間發覺我要面對 其實在新導演那時候 就開始有點壓力了 其實我自己第一部做導演那時候 我已經做了這麼多年演員 我拍Dilu正轉為延場 拜神那時候 他手在抖著 所以我知道他們的心路歷程 所以有時候就要 空一下他 有時候哄一下 到最後拉尾 就很威逼他 除了拉尾 其實有時候有些動力給他 就是有個結尾給他 才可以做到 剪片的時候都還好 我覺得剪片都還好 剪片都還好 都是剪了八個月而已 沒有了 你漏了一年 一年九個月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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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因為有規矩 什麼時候要開拍 什麼時候要上影 基本上他都是做到一個下線 但我覺得 因為我們都遇到疫情 其實我覺得他們 給多點時間是對的 因為他要思考 如果剪片 我覺得如果不讓他思考 他很闖綴趕著上畫 就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OK 這次很幸運 其實我覺得很感恩 多謝你找我做監製 金獎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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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暫時 現在知道有46部片 比去年多很多 去年有33部片 未知 我現在有很多下個月會上 其實現在不知水平如何 但我覺得 我們今年應該有1800多個選民 我想我也相信我們選民的眼光 到時看看 我可否回應他那句 你剛才說多謝 我找你做監製 我第一次拍戲可以夾你 都是我的幸福 多謝你 都未紅色那麼虛偽 好 虛偽 好少跟你 好少機會嘻嘻 好少機會嘻嘻 你這麼忙 明年我做節目 我再邀請你來做嘉賓 好 我現在主力做中藝節目 好 想結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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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